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好片的 顺势切成小条 不需要太薄 腌一下 我把调味料写在这里 特别提一下 我这里就不放蛋清了 因为这个里脊肉其实挺嫩的 我只是放了一点点油 让它会更润滑一些 先把它拌匀 然后再放生粉或者素粉 薄薄的裹一层 这样一会儿炒出来 这个里脊就很嫩 每一条都要裹上生粉 放在一边备用 在这个时间 把木耳煮熟 木耳煮熟以后一会儿炒的时候 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煮 保证这个菜的橙色会好看一些 水烧开一会儿煮3-5分钟 捞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另起炒锅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 然后放油 在油还没有完全热的时候 把里脊条放进去 然后快速地把它剥散 不要让它粘在一起 油不能太热 油热了里脊条卷起来 就不好看了 现在很容易把它剥散 当里脊条全部发白了以后 往里面加一点点的老抽 我是喜欢这个酱油的酱香味 如果你喜欢甜口它 你可以放一些蚝油 或者普通酱油也行 裹上色以后马上取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里脊条本身就很香了 锅留底油把刚才的洋葱和胡萝卜 先炒软炒香 再把黑木耳放进去 黑末已经煮熟了 稍微翻炒一下 把调味料放进去 我把调味料都写在这里 糖 盐 酱油 料酒 主要是给蔬菜上味道 炒匀以后 再把刚才炒过的里脊放进去 翻拌一下 这道菜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 可以做午餐的小菜 晚餐都可以 调味料里面的料酒很重要 非常蒸香 最好用福建老酒 或者花雕酒都行 这里的里脊肉 没有的话可以用梅头肉 瘦肉 其实什么肉都行 无花肉也行 都一样做法 现在我切开看 这个里脊肉看似纹路比较粗 但是这样做完以后 其实它放在嘴里是很嫩滑的 口感特别好 也很入味 大家试一下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